美国通胀持续增长并释放加息信号 这意味着什么呢 欢迎大家收看本期GoldMarkets独家解读 美国通胀在过去两个月增长迅速 创下2008年以来13年的高位 这不仅远高于联储局所设定的长期通胀水平2% 也远高于市场所预期 而且通胀并没有放缓迹象 市场并不认为美联储所说通胀只是短暂的 美联储公布最新议息决议 开始释放加息信号 以及货币紧缩信号 由于市场担忧 美联储可能提早加息 新型国家包括中国股市都出现大跌 同时美债收益率上升 美元开始升值 在此背景下 本轮通胀可能是周期性的通胀回归 虽然不会出现特别高的持续性通胀 但是未来一到两年整体通胀中枢 可能将有所抬升 随着美元走高 近期非美货币纷纷下跌 这次我们来分析澳币对美元走势 美元的价格走势和铁矿石价格是短期内影响 澳元汇率的最主要的因素 铁矿石日内价格大跌近3% 作为澳洲最大出口收入来源 铁矿石价格的下跌令澳元承压 最近澳洲疫情大规模复苏 悉尼出现高传染性的Delta病毒 澳大利亚私诚宣布封锁 澳大利亚卫生专家表示 由于澳大利亚目前正处于冬季 该国可能面临长达数月的限制措施 澳洲已经承诺将边境关闭到明年 澳联储6月的会议纪要仍然坚称 符合加息的条件 最早要到2024年才可能出现 这几大因素都令澳币多头受压 总的来说 就是在美国持续通胀的情况下 再加上澳洲本地暂不受控的疫情 看空澳币对美金是近期的比较显而易见的 教育机会之一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大家如果有其他问题想和我们讨论 可以添加我们的小助手 微信二维码在屏幕上 在澳洲的朋友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 03-8658-0602 喜欢我们的内容记得点赞收藏 并关注我们的频道 下期节目再见